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理体 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科技实力跃升世界第一阵营 人均国民收入从1949年的不足23美元增至1万美元 GDP增长近千倍 随着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 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决策也发生着变化 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 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推动着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与稳定 而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为中国乃至世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目前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积极响应支持 一大批早期收获 项目落地开花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以来 中国与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同20多个国家展开了国际产能合作 目前已有65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一带一路 乌克兰名列其中 并且是第一个响应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 2017年5月 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库比夫率团放花 出席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在这期间 库比夫也来到了凤凰国际传媒中心 接受了风云对话的栏目专访 乌克兰是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 两国间的合作涉及军工 核能 航天等一系列重点领域 民间往来也有声有色 然而在此之前 有评论认为 乌俄两国间的紧张关系 可能会影响到中乌两国间的外交往来 在采访中 库比夫副总理又是怎样回应的呢 ơ h De Sousa 辰 Din 잔 行 EV E exploring K которое B 达 raulic Down 这是最正确的摸落的解误的维币 它是最正确的m既的探陆 这就是没有解误的维币 这就是不是正确的 这就是发生的了解误的 这就是正确的解误性的 鱼的变化 zob 这是这个维币的维币 它是有最后的变化 最后的售性的荣誉 这就是这样的电梯 那么它就是一个人生的 这就是一个变化 这就是一个人生的 这就是一个人生的 这就是 那么那有什么 这就是这种 那么是一个人生的 这就是一种 这就是一个人生的 在此节目 《一路一路一路》 美国面见自己的地方 大开心的东西 我们详细说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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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美国 和较大的产生 高派 Santa Monica são很強烈,有 continue, 50k, avroom europeans 有人和人? activities of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在这次采访里 库比夫副总理表示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有着开放 包容 合作的原则 相信会为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提供良好的契机 近年来 中国秉承大国是关键 周边是首要的外交布局 尼泊尔作为一个内陆国家 地处中印两大国之间 是中国的西南近邻 维俄的喜马拉雅山 把中印两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1955年 中印两国正式建交 此后两国在经济 文化 宗教领域 有着频繁往来 2008年 尼泊尔接触了 长达239年的君主制 建立共和国 实行民主选举 为一位亚洲卡斯特罗的 前尼泊尔领导人普拉昌达 是尼泊尔首位民选总理 他上任后的首次出访 便来到了中国 在今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前夕 他再次访华 并接受了风云对话的专访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 世界各国密切关注 而地处南亚要道的尼泊尔的态度 也牵动着各方的神经 我可以说 eln peng for this new initiative to eyeball sealed prosperity of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at the same times to have a new vision for the world for peace stability and cross so you see ni how has a unique job political position how does Kitchen pro over like to bring that into full play into the overall initiative yeah exactly yeah because our geopolitical location previously it has been explained that it is a limitation it is a shortcomings are like that but now walls thinking pattern has changed now we think that this geopolitical location is our benefit is our favorable position we can be benefited from the big economics of China and India therefore righ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hen I entered in the surface process and when I came here in China first I try to convey our concern of tr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Nepal and India we can bridge two giants of Asia you know China and India in this way our strategic location will not be a shortcomings or limitation or problem it is going to be to be asset for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Nepal people and Nepal as a goal 作为与中国一一带水的邻邦日本也派出代表团出席2017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日本经济产业省副沙臣松村祥史以及一般情况下只配同首相进行 外访的首相政务秘书官金井上哉随团来华而率团的是日本自民党干事长 二杰俊博在日本政界被称为侵华派的他2015年还曾率领三千人规模的代表团 返华交流在那期间二杰俊博接受了风云对话的专访 ちょうど今から13年前が日本と中国との国交正常化30周年の年でした 発達例に1万3千本の木一人一本1万3千本の木を植えることにしたんです これから何らかの形で1万3千人の仲間たち これに木は順調に育てると 日中友好もそういう方向でこれからも進んでいくだろう いうことを私は伝えなきゃいけない義務がある 在那次訪華行程中 二杰俊博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递交了日本首相安倍金三的亲笔信 今年的5月16日 他再次向习近平主席递交了安倍亲笔信 在这之后 二杰俊博也第二次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二杰監事長您好 您这次来中国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那么这次论坛给您印象最深的地方有哪些呢 やっぱりこれだけの大きな構えでね ボリュームでまた内容的にもとても素晴らしくて 私たちはこれに参加をさせてもらったことを大変喜んでおります この機会に中国の各地で活動している いろんな我々の関係者ともお会いしましたから 中国と日本との関係について 話し合う機会を得て大変嬉しかった そういう印象です 您看一带一路倡议呢 提出已经有好些年了 那么在日本 不管是在政商界媒体还是民间 对这样一个韩概面非常广泛的 向全球发出的倡议 是有哪些解读呢 日本の中でもですね 今回も経営団連のトップが参加をしておりますし 私どもからこの拝見一手 各地からの反響反応を見てますと これに対する期待が大変大きいということを改めて感じました ご成功をお祝い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 那您看现在美国已经宣布退出TPP了 那么从日本的角度来看 这对TPP它的推進跟落实 会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今までは日本という国は アメリカがくしゃみをすれば 風をひくって言われてきたんですが そうではなくて あくまでも日本は日本 アメリカはアメリカなんですから お互いに協調して協力し合うことは いいことですけど アメリカが難しくなったからといって その後ろをついて歩く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から 私は日本は大いに自信を持ってやっていける というふうに確信を持っております 那么现在外界说 因为美国不在这个TPP框架里面了 那么剩下的国家里面需要一个领頭的 起这个领导力作用的 那么就剩下是日本 您认为是这样子吗 中国と大いに協力し合いながら その世界の経済の発展のために 日本ができることは しっかりや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那么是说 日本愿意邀请中国加入到TPP中吗 中国がそれを希望されるならば そういう方向が一つの強力な 日中関係を形成する上において 大変重要なこと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ます 在一带一路高峰論壇期間 二階俊博还来到了 凤凰国际传媒中心参观 提到本次高峰論壇時 他再次高度評価说 峰会的内容丰富精彩 他希望日本与中国通力合作 为世界经济发展 尽己所能 扎实做好工作 在北京举行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論壇 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議 再次受到热议 很多国家对此抱以热情回应 在峰会之前和期间 我们在北京走访了 部分国家的驻华大使馆 听来自不同国家的使节 畅谈他们对这个倡议的理解和诉求 回首两千多年前 张千出使西域 以西安为起点 途径中国甘肃 新疆等地 进入中亚 西亚 这些入金的穆斯林国家聚集地 以这里为跳板 通往地中海各国 抵达欧洲 形成了古代中国与西方政治 经济 文化往来的陆地丝绸之路 而伊斯兰教 也正是在公元八世纪 通过这条路线 由阿拉伯半岛 流入亚洲腹地 同时 当时来自亚洲的货物 文化以及科技发明 也是通过这一股文明的摇篮 传入了正在彭博兴起的欧洲 阿富汗 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通 物资与文化属有 在古丝绸之路上 发挥着重要作用 阿富汗大使穆萨扎伊 谈及于此也感到非常自豪 他说他相信深厚的历史纽带 为阿中两国友谊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阿富汗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并自信都在其中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 阿富汗是一路的 当时的《Silk Road》 所以它不是只有 一路通积的交通 货物和旅客 从中国到 其中央 而其他地方的宇宙和习客人和地区的地区 从这些地区来到中国 也曾经是一个座场合作 互联合以及各种人在古代民众的宇宙 如果您看来的历史和中国的产生 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我们的关系和关系 because the Silk Road started in China it originated in Xi'an and then went through the rest of China and then through present-day Central Asia, Afghanistan and then onwards to the rest of the ancient world and if you look at some of the ancient artifacts and monuments in Afghanistan for example you can see very clearly the civilizational influences for example from ancient Rome from Mesopotamia from the Greeks of the ancient days the Indian civilization Bactria, exactly Qandahar Qandahar and Balkh or Bactria in Greek were both founded by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y are still two of the largest cities in Afghanistan the second and third largest cities in Afghanistan and they have continued so Afghanistan is already a part of the initiative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already joined the AIIB not long ago so having done all this what sort of expectations that you have for the future let's say well we have high expectations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n transform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Afghanistan has a unique role to play in that vision so if you look at the map of this region it's and you look at Afghanistan it's cheaper it's faster it's more efficient to go through Afghanistan in terms of trade in terms of trade in goods in energy and in terms of data transfer and you know those are key elemen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vision and we hope to be able to harness the solid foundation that exists in terms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Afghanistan and China but also the resources that are availa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抗疫 I know about this On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has been the top of the town in Thailand and I think around the world 因此,它提供很多资料给国际的国际, 泰国际的国际, 也许多国际的国际, 尤其是现在, 现在,在北方的经济下跌, 在这个国际, 我们正在中心中的困难,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困难 去增加自己的货币 而中国已经遇到这种困难 在高科技投资 使用新的技术 作为帮助国家增加上 台湾是一个大企业的大企业 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币 toward ASEAN and the bridge toward the CLMV Cambodia, Laos and Vietnam Thailand is a very center logistically speaking in the region so we can serve as the bridge so if you look at OBOR the One Belt One Road when it comes down southward it has to go through Thailand Thailand will be the one the very important jigsaw in the whole region that Thailand has to be it is part of the strategy to really bridging the whole region together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will be as I said, Thailand look at it as an opportunity to really uplifting us out of this middle income camp